早上的八点多 我听到外面又是整整下了一夜的雨 极了怪了 昨天晚上我是先用这个抓绒睡袋盖了一下 刚刚好睡了半夜的时候被冻醒了 我又把我的睡袋拿出来了 起床起床了 看看外面什么情况 这个雨都渗到这个里面来了 说明外面还在下雨 没错确实还在下雨 整整下了一夜的雨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叶 昨天大概是五点多吧 还是四点多的时候吧 正下雨的时候 让我遇到了这么一个房子 就暂时借出了一个晚上 但是这个房子它晚上 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反正那个声音是挺重的 一下子就是这个门 就是打开 然后一下子那边那个门打开 然后我用那个石头 把那个门哨给顶了一下 反正一下子那个窗户又响了一下 就是那边睡得很不舒服吧 所以现在虽说是外面在下雨 但我穿着雨衣我今天也在走 这个地方 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说了 睡得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嗯先收拾一下吧 然后再弄一点昨天吃剩的东西吧 吃点昨天吃剩的哦 幸好我揉了一点米饭 不然都被我昨天晚上吃完了 这个雨啊现在是越下越大 这个是我昨天买的这个 它叫什么小磨香油 呃 零下的 他们说 可以直接炒菜也可以 不知道是什么做的 我油快没有了 所以用这个先撑一下吧 这件雨衣买来我到现在还没用过 这件雨衣买来我到现在还没用过 应该是比我之前那个稍微要大一点点的 这件雨衣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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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蛤 希望前面 騎的没多远啊 让我再找到一个房子 那就直接露营了 这么巧,这边就有一个 不是吧,这么巧 这个雨啊,毫无疑问啊,它肯定要下到下午 或者是下到明天吧 我现在只能往阿拉萨右骑方向走了 因为那个地方比这边的话更加的干旱 希望那边就不要下雨了 你看啊,这里原本它就属于戈壁滩 那边是一个湖 现在已经变成沼泽了 这件雨衣啊,确实比我之前那件要大个五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的话还是谈不上 反正比之前那件穿的要舒服一点吧 我今天最坏的打算啊,就是齐叶路 150公里啊,到八岩诺尔公苏木 你们觉得啊,像这种戈壁滩里面 它能不能有房子,或者是铁皮房,废弃的 我觉得激励很渺茫很渺茫 那就使劲的蹬吧 150公里 汪洋沼泽啊 这哪里是沙漠戈壁滩嘛 但是他的地缘里面 这种水里面 我现在里面有了 太大了 刀子 不知何人 在这种水里面 是有水的 有水的水 这个水里面 是尽管的 还有水里面 是尽管的 水里面 是尽管的 在这种水里面 我感觉啊 你看现在上面是黑漆漆的 前面啊你看 我只要冲出那一波黑的地方 有可能前面就是停掉了 雨没有下了 我感觉我今天有救了 你看前面有个信号塔 这个地方我感觉好熟悉啊 我总觉得 我好像以前骑自行车来过这个地方 我总想不起来 我得翻一下视频我才知道 晚一点我先到那边去看一下 好像我记得那个地方 它是一个给大货车 就是停车服务的地方 好多的商店饭店 好像是那个地方 我刚看了一下地图啊 不是苏土海啊 一个好像是收费站吧 应该我记得就是在收费站的附近吧 有一个服务区 我记得我是在那边露营过的 嗯 现在就碰碰运气吧 去那边看看可不可以露营啊 那没办法 现在下这么大雨了 前面有四个加油站 我看一下 兴许有可能会有废气的 我去那边看一下 有没有或者闲置的 搭个帐篷就行了 雨越下越大了 刚刚已经小了 这个后面啊 它是一个就是互通的一个大货车休息的一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啊 应该是有吃饭的 但是这个地方和我之前来 它有点已经不太一样了 变落汤阳了 现在这一条山林气国道啊 比刚刚这一条省道的话 要好一点 刚刚那一条路呢 就是下面它有一个潮一个潮的 这边呢它其实也已经有点凸起来了 但没有像之前那么严重哦 还是可以骑的 就是这个雨下大起来了 三单方下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幸好我还有点饼干啊 来吧饼干 这个饼干我之前买了好的 现在碎掉了 想都会没想到啊 这样的沙漠隔壁潭居然会下这么久的雨啊 昨天晚上就开始下了 以后啊可能沙漠都没有了 但是它不像 itself 思念变了 一个的沙漠 转捞 雨终于暂时停了 不过前面又要下了 这边是个加油站 我估计这个雨应该不会再下了 我把雨离脱掉 穿着保暖是保暖 有点不透气 还有个饼干 好像是还有二十多公里吧 就到那个服务区那边了 终于暂时的出太阳了 我鼻地都冻出来了 有点冷 遇到一个大概两公里的大长坡 可以骑上来啊 还有一公里 终于爬上来了 不过我看到前面又一个大坡 前面这一波乌云啊 跑都跑不了了 绝对是暴雨级别了 开始起风了 这个乌云往左边飘了 山的那边应该就是阳光明媚了 我感觉差不多了 这个坡我估计至少还有三公里 还有一点三公里 还有一点三公里 这边啊 这边啊就差不多已经进入那种 丹霞地貌了 这些车子啊 大多数都是大车拉的小车 每一辆车都是这样子的 快要到顶了 补充一下体力 就买了三个苹果 这个吃了还有一个 到八爷诺日宫进了 八爷诺日宫苏木 终于爬上来了 我估计四公里左右 这个坡 到顶了 好漂亮啊前面 还有九公里哦 就到那个服务区了 由于淋了雨和出了汗啊 我现在身上就是里面啊 全部是湿的 不敢把这个打开啊 有点冷 可能我已经感冒了 鼻涕一直在流 好像是还有七公里吧 希望这个下坡 就一直下到了 那个服务区那边啊 终于到那个服务区了 希望有顶子啊 有棚子啊 可以露营啊 到了 服务区到了 刚刚这个牌子上写到 汛漆啊 汛漆行车 注意安全 原来现在是沙漠里面的汛漆啊 难怪哦 就是这个雨啊 就经常下 这边已经停满了大货车 我到加油站那去看一下 能不能露营啊 这个加油站我估计还是没有开通的 这里不行我就去对面 哦加油站没有开的 我就搭到加油站那个里面去吧 能避一下雨 桥洞 今天就算有桥洞也住不了啊 全是水啊 看了好几个了都是水 啊 那边也有个卫生间 我感觉是这边的安静一点 没什么车子 骑厕所打点水啊 他们大货车司机都是整桶整桶的在打 其实我可以搭在这儿啊 就是这里风太大了 那个地方也还行 这个水是热的哦 不知道是我手太冷了还是什么缘故 反正这个水是热的 好舒服啊 厕所里面至少有几十个插座 我明天走的时候我再补一下电吧 或者是我晚一点来再补一下电 先赶紧的把帐篷搭起来 下雨就下雨吧 帐篷搭起来了 刚刚下了几滴雨啊 又没有下了 估计晚上的话可能会会下一会儿吧 没事下就下吧 我这个鼻涕啊已经冻出来好几次了 擦了又出来擦了又出来 先做饭先做饭 天一会儿就黑了 今天啊就炒个椒白了 可惜没有肉啊 椒白是如果有点猪肉的话 那味道就更好了 老板说两根你就吃一顿就够了 我就买了五根 我觉得可能还不够 因为我今天很饿 椒白比较吃油啊 所以要多来点油 加入火腿 然后加入椒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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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么点 四两根就够够了 我说还有呢 再来点香油啊 哇真的好香啊 这个香油 这会儿应该可以煎得动了 来点盐 来点盐 来点 味精 我现在冷得牙齿都打架了 哎呀算了在这吃吧 不要跑进帐篷里面了 麻烦 这个米可以 椒白啊 椒白炒锅腿 刚刚又加了一点香油和酱油啊 味道瞬间又起来了 好香啊 我刚刚吃好饭啊 洗了一下 我刚刚吃好饭啊 手机上 手机上刚刚发来了那个 大雾的蓝色预警啊 幸好我没有把我的那个睡袋给打开啊 这个帐篷的外面 还有里面全部已经湿了 哦我又忘了把它关上啊 已经湿了 哎呀 你看全部都湿了 哎呀 这个这个也湿了 这个也湿了 这个服务区啊 有水还有电 所以我明天看一下 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修整一下啊 因为啊 它天气预报显示 明天是有大太阳 如果是开太阳的话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扛不住的 它没有顶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九点多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有喜欢 看老夜视频的 麻烦可以帮忙点个赞吧 然后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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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